大家好,我很高兴和榮幸在这里和大家讲批判思考这个题目 我会分三讲来讲的 我们今讲是讲语理分析 首先未讲语理分析之前简单讲一讲批判思考是什么 还有为什么我会用批判思考这个名字呢 因为有些学者就会用思考方法这个名字 但因为我认为有一些譬如说记忆法那些教人怎样去记忆一些东西 坊间有一些学者都会说他们是思考方法来的 还有如果讲思考方法呢 有一些讲思考方法都会不单止只是批判思考 还会讲完创意思考的 但我现在就不讲创意思考 所以我索性用批判思考这个名字 希望呢引起希望会少一些的误解 那批判思考呢如果很简单很简单来讲的话呢 就是指一种用来判别是非对错的思考方法 那它的重点呢大体上呢主要是有两部分的 第一呢就是思考清晰 第二呢就是推论正确 那主要呢是分成四部分啦 语理分析 逻辑方法 科学方法和谋误否释 那语理分析呢就是对应着前者 就是思考清晰那方面 而逻辑方法 科学方法和谋误否释呢 就对应着推论正确那方面 但是我分三讲呢就不讲科学方法那里的 我就将科学方法某一些的重点就是摆入逻辑方法 然后分三讲来都可以讲 那每讲呢就大约是三十分钟左右 但是一般教授批判思考或者逻辑的书呢 就是包括逻辑方法 方法和谋误否释这三个范畴而已 但是就未有语理分析这个范畴的 那李天命先生呢就将语理分析这个精华呢 就从分析哲学的里面呢就提连了出来 就作为这个思考方法的起点 那原因其实很简单而已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些说话或者那些问题 或者那些说法是什么意思啦 那我们就没办法判断到它合不合理啊正不正确啊 譬如说我们以前在学校啊 考试啊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不清楚的题目呢就回答不了了嘛 但是如果我们不肯定的题目要照答的话呢 就可能答错题目就得不到分析了 那很简单啊那里你好像废话那样 但是正正 但我认为呢 可能是正正因为它很基本和简单呢 反而呢令人忽略了它的重要性 譬如说很多人好像有这样的倾向 就是碰到一些问题啊 说法的时候呢会很急地回答 就没有理到它当中的一些关键字是不是清楚 譬如讨论香港有没有平等这个条题目 我说有你说没有 那咬了很久呢 谁知道呢 其实原来我们对平等的这个字的理解是不同 根本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冲突的 那这就是言辞之争啦 那不幸的是呢 那其实很多讨论呢 其实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掌握了批判之后 不是 如果我们掌握了批判之后里面的语理分析的话呢 那我们想的就会清晰很多啦 我们就会先厘清一些关键的字眼再讨论 那就可以避免这些这样的 这些无谓的冲突的出现啦 那简单来讲呢 语理分析 那很简单来讲 语理分析就是通过我们对 语言意义的釐清和用法的分析 来去解决或者尝试解决问题的一种的思考方法 那语理分析的工作呢 主要呢就是釐清关键的概念和批判语害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两个最重要就是 厘清关键的概念和批判语害啦 那其实如果这些 譬如说界定问题啊 澄清判断和论证啊等等呢 这些都是语理分析的一部分来的 那我们首先先讲一些会导致到我们 思考不清晰的一些的概念 那了解这些概念的话呢 是会帮助我们思考是更加清晰的 那我们现在先讲呢就是奇异 那奇异呢就是奇事的奇 而是意义过意 那奇异呢有两个意思的 第一个意思呢是多过一个意思那解 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在那个语境的里面呢 是容许多过一种的解读 以至呢我们分不到什么 以至我们分不到是哪一种的意思 而呢造成误会或者私有混乱 甚至乎呢是造成一些错误的推论 那换言之呢奇异本身都有奇异 因为奇异多过一个意思嘛 有两个意思 所以本身呢奇异本身都有奇异 那第一种呢是不会阻碍我们讨论的 其实看回我们语言呢有很多很多的字呢 都是多过一个意思 例如看《読词》、字典呀 那些呢呢几乎全部都是多过一个意思啊 比如说问题呀动物呀事呀可能啊等等 多过一个意思呢通常都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我们分到就行了 以问题为例呀 至少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要求回答或者解答的题目 第二个意思是木柄 那么只要我们在那个脈絡的里面呢 有足够的提示 令我们知道表达哪个意思就可以了 譬如我说 这个问题真是难答 这个说话的问题 很明显是第一个 要求回答或者解答的题目 而不是毛病这个意思 其实就连语理分析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字 就是意思 意思这个字其实都有奇异的 语理分析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字 但是他带着语理分析不是乱问这些问题 语理分析不同于触字失 语理分析是来清一些关键的概念 如果那些字眼已经够清楚的话 或者那些不是关键的概念 或者不是一些正式的场合 通常都不会问的 第一就是我下面就会再详细讲一讲 其实连语理分析经常用到的意思都有奇异 我们看一下以下这三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第一句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第二句是这个人真有意思 第三个是小名对小花说 那个男孩经常偷望你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呢 那这三句的意思呢 那个意思都不同 大家想一想是 这三句的意思分别是什么意思了 可以想一想 语理分析是针对第二种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奇异所造成多个一种解读的情况 譬如说我现在去上读 那上读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听课 第二个是受课 如果你对我 就是说这个话 公我 不认识的话呢 就分不代哪个意思了 譬如说呢 又 又 譬如说呢 想不到他这么小就离开了 真的令人伤心了 又说不是 不是吧 我的意思是说他离开了香港 那上述的例子 上述这两个例子呢 都会引起一些思考的混乱 或者误会 就叫做语意其意了 由于一些字词所 多个一个意思所影响的思考混乱和误会 就叫语意其意 混乱和误会不同 混乱是 譬如说 第一个就是 我上课 是哪个意思呢 你是说听课 是听课还是受课呢 不知道 就产生一些混乱 那些就叫做试试混乱 分不代哪个意思 是听课还是受课呢 但是误会就不同 误会就是 以为它是这个意思 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 譬如说 譬如我刚才举的例子 就是离开了我们 那个离开 那个离开 他就以为他死了 以为他死了 其实不是死了 只不过是离开了香港 那我就产生那个误会了 那除了语意其意之外呢 还有三种分别呢 还有三种分别呢 还有常见的 分为了常见的 另外常见的三种呢 就是语法其二 语音其二 和止涉其二 那语法其二的意思呢 语法其二就是 一个言词多过一个方式解读 它的文法的结构 就叫语法其二 譬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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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不通行 不得再次小便 这句话 那这个说话 这个说话呢 如果它没有标点符好的话呢 你就可以有两种解读 譬如 譬如 第一种解读呢 是 路不通行 不得再次小便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 路不通行 不得再次小便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第二个就是 路不通 逗好 行不得 逗好 再次小便 那就是 那条路行不到 那条路是不通的 行不到 我在这小便 那样 所以就会引起两个意思 如果 不加beautiful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譬如说 一些旧同学的聚会 有个话呢 就写着 从小便相识 大便情更浓 那都是 或者 有些 有些 口号 或者 有些 怎么说 譬如说 坊间那些 那些交易 那些推广 那些广告 有时候会这样写 一次性交易八折 这样 这些都会引起一些语法的奇异 那 语音的奇异呢 就是我看 呃 梁光耀那本 呃 那本叫 呃 私下学堂那本书有讲的 但一般那些 私下方法书 好像 私下方法书 私下方法书 就不见有这些 这个语音奇异 但是我看他那本书呢 我发现呢 好像都常见的 我觉得 以我的经验和观察 都是常见的 所以我就加上去 那我 那我 梁光耀呢 就 没有是他那本书呢 就落定而 但是我估计他 他 他说的那个 语音奇异呢 应该就是这样解 就是 由于一句说话 出现了 那个同音字 而 导致到 那个说话 多过一个方式解读 那 譬如说 一个 讲普通话的 女子呢 就在船上 就说 我的孩子呢 就跌入海了 那原来 他 那很多人就 那时候的乘客 就很慌张 很害怕 就是他 他的小孩 跌入海了 但是原来 他的意思呢 就不是这么说 原来他的意思呢 只不过是他说 他的鞋跌入海了 那因为两个 在普通话 在粤语都是 那 那个鞋 和另一个 孩子呢 读音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情况 就会产生一些 误会 或者私下混乱了 又譬如说 有一个笑话呢 就是这样的 就说A呢 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那B呢 就说中定英 怎料他 他的名字呢 就叫中定英啊 那呢 A呢 就要为 就要为B呢 说中文还是英文啊 那A呢 就说中文啦 那B呢 就 B呢 就说中定英啊 就是重复回他的名字一次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笑话 都是由于 呃 语音 奇异所引起的 那 那第四个呢 好像一般批判试试书呢 都是 都是少见呢 都是少见 但是我见 呃 呃 以我的经验好像都 都不少的 这些情况 就叫 止涉奇弦 就是一个延迟出现的代词 拥有多个一个的子称 代词就是我啊 你啊 他啊 他门啊 那些什么 你门啊 那这样的 那些就叫代词了 譬如说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 小花呢 打了 是不是在家呢 就打了小美一下 然后呢 他就出了去 那究竟 然后他 然后他呢 那个他 是指小花 还是小美呢 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的 是不是 小花在家呢 就打了小美一下 然后他呢 就出了去 那个他呢 是小花还是小美呢 是不是 我们我们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对着很多人就说 请你过来 那那个你呢 又是不清楚 你对着很多人说 那个你其实是指哪个呢 是不是 我们其实又是不是很清楚 就会产生一些思考的混乱 就是我们分不下去 是什么 是A 是甲 还是月 还是柄 是哪个呢 是姜嬌 那呢 我们就说完了奇异了 那我们之后呢 就说一个 另一个概念呢 就叫含韩 含韩呢 是说 一个延迟的应用的范围 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譬如说 高啊 矮啊 肥啊 聪明啊 用功啊 富有啊 君子啊 小人啊 这些 譬如说 在高为例啊 在现在的香港 在现在的香港 身高 男性身高 2米 那样叫高 但1.75米呢 算不算高呢 譬如有些人说 认为是高的 有些人认为不是高的 各自呢 各自呢 都有些 不同的看法 或者以富有为例啊 有多少钱才叫富有呢 有多少钱才叫不富有呢 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那这件事呢 就叫含运了 那其实含运本身呢 都是含运的 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本身 其实都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而已嘛 譬如说 以富有为例啊 又以富有为例啊 那你身 你身 你身 身无分文 可能身家得一口水 那样 肯定就不叫富有 是吧 又譬如说 有些迟到的人呢 会在电话说 一 陣间呢 就到那样 但我等了半天呢 就不到 都还没到 那应该去判断呢 已经去判断 他不是一陣间的啦 那虽然一陣 一陣间一行运啦 你没有说 你很难拿一个 你应该拿不到一个界定 就是去到哪里先叫一陣间 去到哪里先叫一陣间 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定 但是不表示没有界定 你迟到半天 很明显已经不是一陣间啦 那呢 那如果在一些 需要报 明确清楚的场合 譬如一些法律的条文 用一些行云的说话呢 就是不恰当的 譬如说 假设有个医生 处方药物 那时候跟他说 你早五晚呢 吃一些医药丸呢 就会康复 那那些究竟是多少呢 是吧 那这件事呢 就是不是太 不是恰当的 或者我们疫症的期间呢 呢 假设卫生报告呢 说今天呢 有不少的 抗疹个案 那这个不少呢 都是含运的 要是你应该报告 实际的人数 有不少的 而不是有些行云的字眼 有比如说 食谱如果是食材 大量鸡蛋 小量糖 那就可以做成的啦 那大量鸡蛋到底是多少呢 小量糖究竟是多少呢 是吧 我们 我们 可能 要是食谱这个东西 是 教人家怎么做 那应该是会 嗯 应该要清楚一点 那 那 有些人呢 会用含运的字词呢 会用来误导人家的 那 譬如例四都说 就是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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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估計都是萬多元,但後來你跟他說,萬多元也叫高薪酬,他就這樣說,在侍應來說是高薪酬,或者對於窮人來說,沒什麼學歷的人來說是高薪酬,所以你又推不回他,你又不能說他錯了。 有時候含運的說法也會被一些人用來做預測,預測是打引號,這些所謂的預測幾乎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被人解釋為正確的。 譬如說,有些講股票,有些人說股市會在短期內上升,短期內究竟是多長時間呢? 一星期,兩星期,半年,上升多久才叫上升呢?1%,10%,20%? 要上升後跌下來又叫不上升呢? 因爲他這樣,他不給出一個明確的界線,基本上又不是up的,基本上他不可能錯, 譬如說,你一隻股票通常半年都會升少少的,是吧? 還有你隔了半年,你都不記得再說什麼,是吧? 所以我們就,已經不記得他曾經說過這句話,所以又可以逃避一些指責,這些預測呢? 第一,就是很多,基本上在任何情況都會成立,因爲你半年內你升0.1%或者1%,其實是,是,是,基本上差不多很多股票都會發生這件事, 還有你上升之外又跌下去,跌下去,那他都可以說,那都叫上升了,他都可以這樣說,所以這些基本上可以當廢話來時之, 有譬如說,那些風水師,有時就說,你將會有血缸之災,那樣,都是可以,都是可以這樣,都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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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犯了同樣的情況,那這些說法呢,就太過含糊和空法了,基本上是不會錯, 但可惜的是,這些說話信息量是近乎0的,是,基本上跟廢話沒什麼分別,可以就當去垃圾那樣,那第三個說呢,就是,決意, 決意,決意呢,決意就是說,句子的文法結構是完整的,但是表達的意思呢,就是欠完整的,它需要靠一些語境或者補充的字詞,才可以令到意思是完整的, 譬如你說,批判詞,譬如你說,學批判詞是沒有用的,那這個說話其實欠完整,任何東西你都可以說它有用,都是說它沒有用,有用沒有用呢,是視乎它哪方面,或者相對什麼目的來說而已,那譬如你說,批判詞對於賺錢方面來說,那好像真的沒有什麼用的,是吧, 但是它,如果對於訓練思考來說呢,就,應該呢,就是有明顯的作用的,是,那第二個呢,就是,再舉多幾個例子,那第二個呢,就是,人生呢,是追求成功的,那這個,成不成功是看哪方面來說而已,或者相對什麼來說而已, 就是,你這個人生是追求成功的,基本上,任何情況你都可以人生追求成功,譬如說,它是,它是,它的人生呢,是追求,呃,什麼都失敗的,那你都可以說它是追求成功的,是吧,因為它,因為它,它,它的成,它成功,它是,它的目的呢,是,呃,追求失敗,所以它追求失敗這方面呢,是成功的,是吧,基本上任何東西都可以說成功, 所以基本上是,欠完整的,這個句子是,不完整,譬如說,呃,又譬如說,呃,真理比時間重要,那怎樣比較這兩件事呢,是吧,你要有一個,呃,大家都是一個,同一個方面,或者,呃,同一個方面才比較到的嘛,你說真理比時間重要,那怎樣比較這兩件事呢,是吧,比較不了的,我們用一些比較性的概念呢,要特別留意一些,決議的問題, 例如說,相同啊,不同啊,還有,有用啊,沒有用啊,有利啊,沒有利啊,那些,那些,那些等等,那我們,那我們,之后的部分呢就是講用語景,那,于, 那,於,那,于景呢,就一般批判試用書呢,就,呃,說的,我認為呢,是說得不足夠,說得好少,或者有點直層又沒有講的,那我認為這個都是,呃,很大些話題的。 我先说语境,语境的意思是说话时的处境,说话时身处的环境,我是分书书议和说书来说的, 客意来说就是由说话者听者和场合这三个东西所组成的 讲义来说就是包括上下文时间地点说话者听话者的情况 那些身份地位目的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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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组成的 那语境是可以决定和影响一句说话的意义的 这句说话有没有意义其实是由他的语境来决定的和影响 那譬如说小花在天文蒲台 我用一个例子看看简单讲一讲语境是什么 我在下面会再详述一些些 譬如说小花在天文蒲台就说明天下午就会有着语 那他说话的场合例如刻意来说 就分三个东西说话场合说话者和听者 那说话场合就是那时候的天气报告 那说话者就是小花了 那听者就是聆听天文报告的人 那不同的语境是会因不同的目的而需要遵守不同的规范的 那譬如你制定法律条文的人 那他的目的呢是要令到人是能够清楚掌握条文的意思 那因此制定条文的人呢会用那些言词呢会尽可能是会到达 尽可能是会达到这个清晰正确这个目的的 那所以呢在这个语境的里面呢你使用一些容易引起听者不清啊误道啊误解或者误道的言词呢都是不恰当的 譬如如果你在这个情况呢你用一些含运啊或者奇异的决议啊就是方才讲的三种呢都是不恰当的 但是在一些散文啊例子啊格言那些创作的语境里面呢 他的目的不是要提供很清晰的自信 所以他用的清晰度呢可以稍为放宽一些一些散文啊或者一些例子格言呢 所以在这些语境里面呢所以使用一些不是很清楚的言词呢都不一定是不恰当的 至于是你在讲笑啊诗诗歌诗语那些呢或者一些谈情说外的那些情景呢 你的主要目的是令到听者发笑啊或者营造某些意境或者引起某些情绪而已 但是就不是提供信息的 所以你用这些不清楚的言词呢都不一定有问题的 还有如果我们没有了奇异的话呢 譬如说我们没有了奇异的话我们可能少很多笑话 那这个世界就少一点乐趣了 那由此可见呢言词是不是清晰呢或者要多少清晰啊多少精确呢 是会因应不同的预警呢来到它去顶的 来到它去顶的 那某些言词呢已经足够清楚 但是在某些语境呢就未必了 那反之亦然 那譬如说 今天天气很热那如果我们是自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的话呢 因为我不是表达它有多热嘛 那不清楚我只不过是自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嘛 那不太清楚其实都没什么所谓的 是直接不清晰都没所谓的 但是如果天文台呢就说 今天天气好热就是说今天天气没有热 但是没有讲到什么程度 但是没有讲到什么程度呢 那就有问题了 因为天文台的责任呢是要详细 那当然很多不好啊和喜欢呢都是含运的 但是这些词会呢其实都有大概的共识 其实都有大概的共识的 所以我们都不用去追问 不用去追问这些情况 那再举两个例子呢就是 问问这个字和这个字呢有什么分别呢 那这个样东西呢虽然是决议啊 是不是先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虽然是决议啊 是问哪方面有什么分别呢 是不是 但是我们知道通常问这些的东西呢 是问通常问这个字和这个字有什么分别呢 通常就是问用法和意义的 而不是问读音和部首 所以我们都理解到就不用再追问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我们的语境已经填补到了 有比如说说勉强没有幸福 如果你单说这个话的话呢 那就是决议是哪方面勉强没有幸福呢 要厘清一下 但是如果在上下文已经有解释到是哪一方面呢 那这个决议呢就没有问题了 比如你在前面那里就加一句不如分手啦 那勉强没有幸福这个话呢就很清楚了 就是说爱情那方面就是说 就是说爱情那方面勉强就没有幸福了 那以上的例子一般来说呢 我们呢都是不需要厘清的 因为已经意思足够清楚就不需要追问了 那一般一些批判词后的书呢 不讲语境这个概念呢 那我这个禁聚的概念我认为就是一个很大的决失 会令到读者容易出现误判的情况 就是将一些没有问题的句子就当成是有问题 就是它忽略了语境的重要性 如果语境你填补到那里足够的讯息的话呢 那就没有问题了 或者是一些在一些语境里面 在某一些语境里面 我们对清晰的要求其实是没那么高 那些笑话其实是 譬如一些笑话那样 是吧 那些我不需要讲得太清晰 那就不需要追问了 那以上呢就交代了呢 不需要任何情况都要用清晰的言辞的理由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如果不停地用清晰的言辞呢 还会令人很厌倦的 或者不断地追问 譬如说看哪里 譬如说 是啊 大家都大概明白的 是问那些问题是会 不停地问那些字眼是什么意思啊 或者将一些很简单的意思 你说得太过清楚呢 就会变成了累质 那就是变成多余 如果足够的话呢 就OK了 那之后就讲一讲离清啦 那好多人讲离清的时候呢 就会想起定义 但虽然定义的主要作用呢 是离清晰词的意思 但并不是呢 别人知道言辞的意思的唯一的方法 而事实上呢 我们大佬的情况都不需要下定义的 譬如我们小时候学习语的时候呢 通常都不是透过定义 来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如果对方不知道言辞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透过同意词啊 近意词啊 反意词啊 或者致辞一些特征啊 展示啊 例词啊 比喻等等的方法呢 或者更加好 比如他知道 爸爸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他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可以说父亲的意思呢 就是爸爸了 或者说 比如说 近义词 比如说近义词 他知道 嗯 不许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他不知道不准的意思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说不准呢 不许的意思呢 大意上呢 都是近义词的意思呢 是相近的 都是有 这个不准去 不允去的意思啦 就是在语气方面呢 不准呢 是比不许呢 是更加强烈的 那他呢 就清楚了 那他呢 就知道 这样解释呢 反而会更加好 譬如说 他又譬如说 可以用完反义词都可以的 譬如他不知道什么是 什么是丑 但是他知道什么是美 那你就可以说 丑呢 是美的反义词 美的相反呢 就是丑啦 这样 那他呢 都都可以帮助我们 了解个字的 就不需要透过定义那么复杂 有譬如说 嗯 我用一些字词的特征 譬如说 呃 譬如说 譬如他不 不知道 呃 阿妈是什么意思 那你说 阿妈是女人 那样都可以解释到 譬如说 不知道艺术是什么意思 你说 艺术的主要呢 特质呢 都是表达情感 那他就可以 帮助他了解这些字眼 那展示啊 例识啊 比喻啊 那些都是一样啦 但是要注意的是呢 呃 有很多人呢 就经常呢 叫人落定义啊 就是我留意到 那 但是落定义呢 通常呢 就是一件很复杂 或者很困难的事情来的 落的定义呢 呃 或者是想玩别人的 是不是 如果有人叫你落定义的话呢 你不妨叫他落 你不妨叫他定义一下定义 那如果他察觉到你的要求不合理呢 就是要他要求定义定义 要求不合理的话呢 那他呢 或者都会察觉到呢 其实他先前叫你要求 叫你定义这个字呢 都是不合理的 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简单理清一下 我们关键字就已经可以 不如透过我上述讲的那些方法 还有往往呢 讨论的时候呢 引起误解呢 通常都不会的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大概的共识 对于某些字眼 譬如说 诶 诶 你讨论一些宗教是否有迷信成份 那些 那些 那些东西呢 因为如果你落 宗教这些字是很难落定的 如果你简单理清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迷 迷信可能就会拗 拗久一点 迷信可能 不过大概 一般来说大概都有大家的 大概都有共识的了 那都需要简单理清一下 基本上呢 都不容易引起误会的 就算 引起误会都好 都不一定要靠定义的 那 除以之外 你不懂得 下定义呢 都不表示 这些字呢 是不知道 这些字是什么意思的 它说 我不知道时间的定义是什么 我不知道红色的定义是什么 我不知道定义的定义是什么 但是不表达呢 不表示呢 我不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的 那我们之后再说的呢 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 这个是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语害批判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 语害批判 是语气分析里面非常之重要的 是由李天命他创出来的 三个架构 那根据李天命的说法呢 语害呢 就是有去我们确当思考的 语言概念上的弊病 那他呢 会造成一些思考不清楚 或者防我们有效的讨论 那语害呢 和语病呢 是不同的 语害呢 是属于私方学 就是私有方法学 即私有方法的学科的范畴来的 就是私方学 就是私有方法的学科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 批判思考 和一般来说就是 包括批判思考 和创意思考 但是可以直接 但是刻意来说呢 可以直接说 批判思考都可以的 那但是语病呢 就是语言学的范畴 那很多语病呢 是 只不过呢 是 读起来呢 是不是那么通讯的 但是 不会 有害我们各当思考的 那我会 那 而 三害架构呢 就是 将 各式各样的 语害呢 是分成三部分 来组成一个 语害三分的 系统的架构 那这个呢 就是三害 三害架构了 那 那就分成三大语害 语言曖昧 呃 呃 延迟胸肺和 概念滑转 那我们先说 语言曖昧 语言曖昧呢 就是意思不清楚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语言不清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语言不清 就是延迟的意思不清楚 那呢 就很容易导致我们 呃 引起誤道或者 呃 语言曖乱呢 轻质就是含糊其辞 但是没有 和没有定准 是比较轻质的 就是轻微的 不清楚的 那 语言曖乱呢 就是 这头 那些说话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不知讲什么的 那就是程度 教运 教严重了 那我们上面说的 含运的 某一些 譬如说 呃 我们上面说的含运呢 和缺义呢 呃 大部分含运 含运呢 呃 和 缺义呢 都可以 基本 我 呃 看法呢 就是 应该是全部缺义呢 都可以摆入去 语言曖昧那裏的 但就 但就 不是全部 但就 大部分含运呢 都可以摆入语言曖 语言曖昧 但有少部分呢 含运呢 可以摆入去 我们等一下说的 相对空废那裏 就是会导致一些不清楚 不知道 不知道想说的 不太清楚的 这些 譬如 其实我们一般 我听的字眼 其实都不是太清楚的 譬如说 命运啊 公平啊 缘分啊 如果具体出现这些字眼 很多时候都是不清楚的 譬如说 嗯 命运呢 就是决定了我们的遭遇 那样 全部人的薪酬呢 一样呢 公不公平呢 你想不想想有命运呢 其实这些字眼 其实都不是太清楚 这些缘分啊 公平啊 那这些字眼 那其实一般来说呢 这些说法呢 都是语意曖昧的 不是 都是语意 语意虚乏的 程度 比较少的 不清楚 那 程度严重呢 就叫做 语意初戀 譬如说 后现代的学者呢 就说 只有融入这个哲学的共上 和 艺术的时尚呢 才可以拯救世界 那样 上帝超越 嗯 第二个例子就是 上帝超越后现代完全障碍 或者这张桌 看上去呢 好伤心啊 那这些呢 都是完全是 完全是没有意义 是 不知所云的 就叫语意初戀 呃 顺第一题啊 凡语意初戀呢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的 他通常呢 都有两个问题 一个 通常的原因都离不开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思想 混乱到极点 是老代有问题的 第二个呢 就是特意说出来的 可能想 你人觉得他是有心度 或者想蒙运过关 那些说话 都是假扮到好 有料的 但是其实是 是没有意义的 那些说话 那不论呢 是 第一呢 还是第二点呢 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来的 最好呢 就比较小心为常 比较好 如果我们 你只是因为不明白 他说什么呢 就认为 那个言论呢 就乱地说呢 通常都是自己的问题 就是 暴露了我们的无知 第二点呢 就是 如果我们看得到 这些 术语的话呢 但依然看不明白的 那个言论 或者那些术语根本不存在 就看看 作者有没有上下文 有没有解释到 如果没有解释到呢 就应该翻查 相关的一些书籍 如果都是看不到 都是 找不到的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问一下一些 在这些领域上面 有 一定认识的人士 如果你做足 我上面说的这些三点呢 才有 足够的理由呢 说他予以错乱 还有 我们说他予以错乱的时候呢 最好呢 呃 需要呢 是 指出呢 他哪里不清楚 还有 为什么不清楚 要给出他这些理由出来 那呢 才是 呃 才是 呃 合理和恰当的 那呢 但有一些呢 就 介乎于 呃 语意虚浮 和语意错乱之间的 譬如说 呃 譬如说 那些人生教练 说 时间比金钱重要 呃 港独是艾名题 那些这样的说话呢 我觉得他又 他又 他又未至于说是 语意错乱 但又好像不是语意虚浮 好像 我觉得是责戒的 比较 就是这些句子比较责戒 就是他是不清楚 但是 但是他又未至于完全 不明白 那些说话 但又未至于 又未至于得少少 不清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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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 可以介乎 语意虚浮 和语意错乱之间的 那 都是那句子 再说语境 那 言辞不清楚呢 或者是否含糊不清呢 要视乎 那个语境来定 譬如说 用回刚才那个 这张桌子看来起来 是很伤心 这个例子 就为例了 譬如现在播放卡通片 那 有个角色呢 叫椅子 那他呢 又有情感呢 会走的 有一天呢 他就受了伤了 就哭了起来 那 这个看卡通片的少侠呢 就说 这张 这个椅子呢 看起来呢 就很伤心了 那 这个说话呢 不单止呢 是没有意义 而且呢 是非常之清楚的 以后 譬如说呢 那 一个言辞呢 他含糊不清呢 有个问题呢 是要 就是再重复一次 就是要看回 语境来说 如果是一些 认知上的 场合呢 因为他自在求真 那些场合 那 你用语言 曖昧呢 就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是一些诗歌呢 有时候你听那些歌 你都不用说什么 是吧 很多歌都是这样 或者明白个小小意思而已 那在这些情况下 曖昧呢 都不是一定的问题 因为你不是真的要 报告个 那个 就是你延迟的那个 征讯度要求 没那么高 那我们第二 说完第一个语害 我们再说完第二个语害 第二个语害呢 就是延迟空肺的语害 那延迟空肺呢 就是说 在应该提供一些 讯息的情况下呢 那个延迟呢 就没有提供了相关的 延迟 讯息 和内容了 那就是延迟空肺 那呢 空的空话 废的废话 空话 空话 就是空动的说话 废话 废话 废话的意思 就是说 多余的说话 那 据我了解呢 就有些书呢 就 就说 废话呢 是 真 但多余的意思 但我就 不接受这个说法 因为 为什么不是真 但多余呢 比如说 刚才是女人 就是真 但多余的 但为什么我说 这个界定有些问题呢 因为 因为 要是 问句 或者一些指令 是没有真假所可言的 但有时候 我们都会认为 那些是废话 比如说 譬如 譬如我现在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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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兴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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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本身是没有真价值的,你不会说这个问题是真,这个问题是假的,不会的,但有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是废话,所以我就不接受真但多余这个界定,这个对废话的界定。 那呢,那延迟空废就分为主对空废和相对空废,主对空废有空废命题,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纵然居,或者说到这里好吗,因为要再说下去的话就会,或者我看看第二条件会不会顺便说完这些部分,就是在这里结束,因为都超了不少时间, 我还想说完,其实我有不少例子,都是取自梁光耀和贝光艾那些书籍的,就在这里顺便说完,好,就在这里结束,拜拜